Hello 大家好 好久不见 这是我到瑞士来的第一个 怎么说呢 有主题的视频 今天我要给你们做的是一个开箱 然后在我身边收到了三个包裹 真的非常的幸福 今天早上我刚刚去邮局拿了我的包裹 因为它我不懂为什么没有送到我家来 是这个 你们看一下 叮叮 是一个从日本寄过来的 这个叫什么 EMS吗 对 EMS 然后这是我前两天在我的中古买手那买的一个中古包 哇 还挺大的耶 你看 哇 比我想象中大很多 这个 哇 怎么会这么大 怎么会如此的巨大 这跟我想象中的size差了太多了吧 Anyway 好吧 我们先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OK 我自己之前在店里看过的是比这个小很多 就是大概这么高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买的这个这么大 你看一下就是这样一个水桶 我觉得还好耶 这样在镜头上看起来也还好 它的颜色比镜头上看起来要暗一点点 是那种暗的 纹路 是水波纹的 然后 这边有一个锁给包起来了 手柄也帮我包起来 这个真的非常的新 基本上是那种没有使用过的感觉 然后它没有肩带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扣环 可以自己去买一个环 夹在上面 然后加一条链子 就是这样子打 就跟去年推出的那个LV那款包差不多 都是这样子开 里面是绒面的 你们看一下 哦 哦 它给我把我的防尘袋放在里面了 这个就是它的防尘袋 然后这个是它送的我的一条链子 扣在它这个两边就可以用 但是现在我没有给它 我没有买那个扣环 所以现在 你看 这样是扣不上去的 要买一个那个扣环才能扣得上去 因为这边太窄了 这个穿不过 然后另外我还买了一个 是一个丝巾 然后 这个丝巾是 应该也是新的保存品 这是Gucci他们家的一个 因为我觉得马上春天了嘛 就是一个带丝巾的季节 哇 挺好看 挺复古的 应该这样拿 是一个全部都是马克杯的样子 嗯 你们可以把它 系在脖子上 比如说我今天穿黑色 然后这样子随便打个结 就也挺好看的 是不是 然后镇长最近告诉我说 他想当罗马假日 他想要夏天的时候 把这个包在脖子上 然后我说 这不就是跟那个卖菜的大妈差不多了吗 我们看一下这个包 它如果你把它关上的话 它是只能手拎的 这样看也还好 也不是特别巨大 就是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因为我在日本的中古店逛的时候我有看过这个 然后就是比它小一圈的样子 如果是手提的话 有点像便当盒 如果是尖杯的话 就应该是在侧边这个地方了 好的那下一个包裹 我要开的是台湾来的包裹 今天像我刚刚送到 真的是 这个是我从买货网买的 我自从来了以后就非常想念国内的那些吃的呀 喝的呀 然后唯一一个可以给我寄到这边来 然后又不收很贵的运费的 就是买货网 因为我问了一下转运公司 一公斤 他们要收我150人民币的转运费 我就 如果我买一个可能100块钱还是50块钱的面酸辣粉 我要给150块钱的转运费 我就有点崩溃 然后我就在他们的网站上买了一点零食 大家可以看一下 把它放下来 它这个盒子里面会给 就单独包装 然后也会给这种填充物 所以还挺好 比如说我朋友跟我一起买的这个 凤梨酥 基本上都盒子一点都没有被压到 这个是凤梨酥 又是一个凤梨酥 然后 这是我的帽子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里太晒了 那个时候一个星期都是大太阳 我就想买一个防晒的帽子 然后我在这边的一个日本代购 那我问它 它要收29美金 29锐朗 差不多就29美金 然后我这个在买货网也才19块钱 然后满99美金就包油了 而且这次还挺幸运 就是这两个包裹都没有被碎 可以防UV的帽子 然后它是这样的一个比较透气的款式 然后这边可以折 就可以定型 然后这个是后面 后面就没有铁丝圈定型的 就是定型的就在前面 带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还行吧 反正就有时候带小孩去公园的时候 就真的超级晒 它这个有点大 就是我带着会往下降个晃 但是往后一点就还好 怎么样 然后也可以两袋 应该是也可以这样子带了 这样子 反正就可以把我的整个脸都遮住 小梅干 这个是我看安娜阿姨说 这个很好吃的这个金虾干 我想尝一尝 给娃也尝一尝 补盖嘛 然后她还送我一个 这叫什么 POLA的乳液 这个还不错 POLA还挺贵的 这个应该是她送的一个零食 因为我记得我没有下单这个 是什么呀 牛渣糖 哦 这个是她的梦幻牛渣糖 这个小儿子呢 他还买太阳饼 虽然太阳饼我也很想吃 这盒子包装都好好 下次我也要买太阳饼 这个 这个叫什么呀 伤心酸辣粉麻辣味 我真的太想念这个味道 其实这个买起来还挺贵的 十几块钱 十六还是多少 美金一大袋 一大袋也只有四包 但是比没有好 对不对 还有一个包裹 还有一个包裹 是从英国网站来的 就是 我买的是Beauty Expert 还是在Mankind 反正就是他们这 旗下的这些网站 是一个护肤套 是这个 是这个 皇后水这个牌子 Omoro Vita 买的是这个清洁套装 哇 这个盒子好漂亮啊 然后这个套装当时是一百多英镑 然后打折 然后只要五十多磅 我就下手了 因为我很想要买他们家的清洁面膜 跟那个洁面 然后正好这个里面是有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洁面 就是比较有磨砂的感觉的应该是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 Cleansing Balm 应该是一个卸妆膏 就是涂起来会比较有发热的感觉的 这个套装做的还不错耶 这样看着还挺好看的 然后还送了一个洁面筋 这个洁面筋好小啊 这个是我最想要尝试的 他们家的这个 清洁面膜 就是这个 我是想要说 如果它这个清洁面膜跟洁面 这两个的包装 就是大小能换一换就更好了 但是这个就先尝试一下吧 我们看一下他们给的卸妆筋 这个是跟这个卸妆一起来的 它是你 这个是发热的卸妆膏 他说你要先把它放到手上 放到手上搓一下 搓一下以后就上脸 上完脸以后用这个 小小的这个纸套这样子 去给它清洁掉 我还蛮期待用这个的 这个盒子真的是有够好看耶 真的挺漂亮的 有个好玩的东西给你们看一下 这不是那个盒子吗 然后刚才我把护肤品拿出来了 它里面有这个东西嘛 我把护肤品拿出来以后 你看它的背面 我给钉了几个小图钉 就是这种 钉在那种softbox上面的图钉 然后你再把它按回去 当当当当当 一个简易的项链收纳盒 完成啦 因为我这次来 我从新加坡过来的时候 把我所有的 等于是所有的收纳的东西 全部都放在那边了 然后来这边啥都没有 然后像这样的项链 我们就可以这样挂着 是不是非常机智 然后上次我经过日内瓦火车站 附近的一个药妆店 我发现它在打折 然后是微知这个牌子 他们家的一系列抗老护肤品打折 我想着就趁这个机会 试一下他们的护肤品 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面膜 这是一个涂上去的涂抹式面膜 说里面有一些 胶原蛋白啊 antiaging的东西 然后还买了一个 这个 这个是维生素C 它这一瓶很小 只有10毫升 但是它说它可以早晚使用 所以应该有一些 闭光的作用在里面 就不用怕太阳照着 然后他们家的一个水 我的水快用完了 我就买了微知这个 这两个是一套的 都是这个 我查了一下 这个系列是可以让你皮肤得到 就是有一种换肤的作用 然后又可以让你淡化你的斑啊 什么的 所以这个精华跟这个水我都入了 过段时间我使用 如果效果好的话 我会给你们做一个review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是六折买的 所以还算挺划算 就差不多半价吧 然后当时贵姐就送了我一个 什么卸妆水 还是什么洁面 都 就挺小 我觉得他们挺小气的 这种东西都很少 然后还有这个精华 就这个精华我觉得 我看到网上太多人推了 我就也不是很想尝试 正好他们就给了我一片 我就回来试一下吧 这个东西在这边卖的还挺便宜 才25块还是24块9 瑞郎大概就是100 200不到的样子 100多块钱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好用的话 我再去尝试它吧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我给你们带来的开箱和购物分享 希望你们喜欢 然后这个包包的包扣和这个包包的尺寸 我会再给它磨合一下 总体而言 受到包裹的心情还是非常的开心的 希望把我的开心分享给你们 拜拜那我们下次见